天啊 你們其實滿猛的耶 他們比我們還玩得還大耶 對啊 他們好誇張喔 對啊 這個是四天三夜 就是到蘭美洲的那個 亞馬遜河去體驗 你先告訴我 你防蚊液要塗多少 防蚊液要每天不停不停不停地塗 那個再多都沒有用 每天要吃那個藥吧 其實那邊的蚊子不怕那個防蚊液耶 不怕 我有問過一些防蚊蟲的專家 他說他們現在台灣 你買得到的都是預防台灣的蚊蟲 對 你到國外之後 可能牠有十幾二十種蚊蟲 但牠只有一種會怕你這個東西 所以你要買當地的 對 要去當地找 真的就是 有被釘過嗎 那不是有被釘過 那是肯定會被釘過 只看嚴重程度比不掉 還剩哪裡沒有被釘而已 剩下哪裡沒被釘到而已 啊釘到會怎樣嗎 牠會超癢 牠會留下一個黑色的疤 然後有的還會騎水泡 那小黑蚊對不對 牠比那個小黑蚊還恐怖 牠會穿過你的衣服 牛仔褲是不是也可以 牛仔褲什麼東西都防不了 除非就是真的很有效的防蚊液 牛仔褲也會被釘要用 鋼鐵人比較適合去那裡 對 但是毒蛇猛獸的部分 就是因為牠是亞馬遜河 所以牠有很多野生的那個 就是動物 然後比較常看見的就是 會有很多鱷魚 就是你在划船的時候 然後旁邊就是會有很多鱷魚 晚上的時候也可以去夜觀鱷魚 就是只要用那個頭燈照一下 然後你就會發現那個 在叢林裡面有很多紅色眼睛亮亮 打擾牠嗎 都不會不爽嗎 不會啊不會 而且還可以就是去觀察牠們 有沒有小鱷魚在旁邊 天啊 鱷魚現在對人類都很 對啊 那個算是國家公園啊 算是不能啊千萬不行 算保護區 妳剛剛照片有個毒蛇是不是 不是這個是 聽說就是在亞馬遜裡面 牠可以去去找尋 有十公尺以上的那個蟒蛇 所以我們就會去那個 濕地裡面找尋蟒蛇 這有什麼樂趣 然後但是你可以 我從來沒有真實的在那個 從裡面就是濕地裡面 真的看見蟒蛇 牠是真的是野生的 然後那一次就是很幸運 我那一天總共找到三條蛇 哇 對 就是一天一個早上 是有發幾點卡是不是 找到一個去蓋一個張 而且有一隻還是我找到 牠超大隻 然後我就走著走著走著 我就 我就嚇了一跳 因為旁邊有那個草叢在動 牠就是在爬過去 蟒蛇 蟒蛇也是對人類有分辨 對 然後我就跟向導講說 這是有隻蛇 然後全部人 就其他本來分散很大的地方 全部都衝過來 對然後向導說 這是一個台灣小鱷魚的發現 這是亞馬遜河 是我們什麼人都可以去嗎 還是要申請 都可以去 都可以去 下一題可以 妳有帶影片回來 其實 有影片喔 亞馬遜河的影片喔 穿小隻的 穿小隻的 其實有時候遇到這些野生動物 牠其實更怕妳 對啊 你看牠一副想跑的樣子 對啊 是 然後 哇 再來是就是 我覺得一輩子 要去西藏探險一下 妳好瘋喔 那我覺得騎草的車是最能夠 就是堅定當地文化的 我不是已經高山正 我又騎腳踏車 妳覺得我騎得去嗎 海拔多少 但是海拔通常 我總共騎了16天 然後幾乎都是超過3000以上 因為我是從拉薩騎到 就是從西藏騎到尼泊去 對 那應該都在四五千以上了 差不多 因為拉薩就快四千了 大概四五千 會 最高會到五千多 很冷耶 聽說晚上 很冷就是 因為那個行程就是 妳不知道 妳是夏天去吧 快接近冬天了 秋天的時候去的 這個都會經歷很爆胎 或是騎人家腳踏車出狀況 或是人出狀況都會 會 但是我有自己帶那個 維修輪胎 牠晚上住哪裡 晚上不一定有住 要去敲人家門說 可不可以住他們家 這麼不規劃 就是free 不給妳住怎麼辦 不給住就是 通常會給住 但是有可能騎不到 妳預計的行程 所以我有帶帳篷去 但是就是早上醒來 那帳篷就結冰了 帳篷在家裡好好的住著 會一直有人來敲門 牠也沒有開民宿 可是牠被人家住 可是牠很願意 因為牠們其實很少 就是觀光客 真的有騎腳踏車經過的 然後牠就會跟你一起 喝著那個青柯酒唱歌 好棒喔 然後到了半夜 然後就是請妳們吃東西 好像一幅 這麼很熱情 牠的語言不通 你怎麼跟人家 妳通通給牠 對啊西藏那邊 我們唯一會講的藏文 就是 就比手畫腳 就說 我可以今天睡這裡嗎 然後有沒有吃的 然後牠就會很開心 帶妳進去牠的那個客廳 然後客廳之後 所有家人就出來 然後就把所有東西都搬出來 跟妳一起吃這樣 成功機率很大就對了 對 了解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 亞馬遜河 亞馬遜河有沒有什麼特殊的裝備 一定要帶的 有 天啊 妳有勇敢喔 大的背包啊 好 既然沒有去過亞馬遜河 萬一妳有機會去 妳一定要帶什麼呢 我們請我們的Toby跟我們講一下 Toby 就是因為剛剛那個阿布有講說 就台灣買過去的那個防溫液都沒什麼用 是沒有用 其實牠在那裡買的也算是還可以 可是我有一個最強效就是 百分之八十的DT 欸 就是連那個馬黃啊 或是吸血蟲都可以防的 DT 那皮膚不會慢掉喔 妳不要動吧 對不對 牠就是 牠其實就是 真的有點高 因為台灣都是純天男 都會說 這個是 去亞馬遜河才要用到 台灣不需要用到這個 台灣不需要用到這個 然後 可以看一下嗎 可以可以 我覺得這個真的非常好用 但是沒抹到的地方還是會被咬 然後當然就是防水 防水帶一定要 要帶 因為你會划船 然後會去濕地 要帶相機 然後晚上的時候 就是都沒有燈啊 頭燈 所以頭燈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有一個 這個設備就是 女生可以就是在野外 上廁所不是很方便的時候 哇 就可以掏出來 上廁所 站著就可以 站著就可以上廁所 為什麼不蹲著呢 因為 因為有時候 我之前有一次去登山的時候 然後就 因為下過雨之後會會潮濕 然後就有那個馬黃會咬我的腳什麼的 然後我蹲著之後 我就看見那個馬黃 從那個濕的那個地方這樣 怎麼樣 摊上來這樣 我好怕就是我脫著 脫著褲子在那邊尿尿的時候 牠會 牠就馬黃上看 牠就馬黃上看 我們蹲著那樣的馬黃鑽進去 我們沿途要怎麼走 就吸在屁股上 感覺就是很害怕 好恐怖 這個就是非常方便 請問牠是前面在哪邊 這個是就是 你拉鍊拉下來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塞進去 那都示範 站著就可以 這樣不會露出來 那都示範 不會露出來 不會不會 前面你要在家裡先練習 就上次洗澡的時候練習一兩次 因為有一些是軟的 你必須要脫褲子hold住 這個是唯一是硬的 所以這是人家就是發明 佔著尿尿 佔著尿 給女生佔著尿尿的 對對對 就野外你在野外滑雪的時候也可以用 所以我們不一定要去亞馬遜 也可以用這個 不一定 對 其實很多國家都有用 但是在亞馬遜就是 我覺得也蠻方便的 好 還有呢 這個比較少人用 因為在南美洲會很容易 就是遇到小偷 或者是被搶劫什麼的 然後 這東西很酷 它是一個鋼網 就是可以把你所有東西都包住 然後鎖起來 包在背包的外面是不是 就是對 重要的東西 對 重要的東西 我就直接這樣撈進去 撈完就走了 沒有 他沒辦法 他是 他可以鎖住了 通常要割補 那我就是把這一袋子放 會剪斷袋子嗎 剪破 整個袋子都是鋼網 都是鋼網 喔 喔 裡面有 對 整個都是鋼網的 那我只好整個偷走 整個偷走 對對對 你為什麼要帶碗 就有時候會錄影會用到 哇 天啊 辛苦 這樣可以一年喔 一年 可以一年 一年你光衛生棉要帶多少包 其實每個國家都有賣衛生棉 有 還有一個就是可以解決衛生棉問題的 蛤 也是管子嗎 不是管子 倒流嗎 重複使用的嗎 好 所以你解決女性生理史 這個小東西可以讓你 用六年 什麼 它是吸血袋嗎還是 不是 不是 它就是一個 就是背包客 就是又環保 然後又實用的 一個像杯子一樣的東西 什麼 塞在裡面六年 沒有啦 就是這個 塞在裡面六年 什麼 不是 不是就是你精起來的時候 當你覺得它要滿的時候 你就拿起來洗一洗 然後再放回去 你是說塞在你的裡面 然後它會接你的血 對 你要自己夾著是不是 夾著 可是不然你怎麼 可是要是它滑進去 就拿不出來 沒有拿得出來 一定拿得出來 你們都知道這個東西啊 它下面的那個 這是環保的 月經杯 最近很流行 月經杯 對 我們聽過聖杯 國外這個叫月亮杯 就是Moon Cup 就是你每個月在用的 對啊 我就覺得你們一次去那麼久 那這個事情怎麼解決 原來 尿可以站著尿 然後那個可以用杯子戒 OK 好神奇 WOW 好酷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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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